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 和耳機時報聯播 早晨節目 去到第四節 我就走音 射精 去到第四節 我都是無課 英軍和譚仔都有 譚仔還有600元 只是貼在上面 我發脾氣 我跟譚仔一樣小器 如果有看視像 看到我的即時課金的總額 是越來越少的 因為她是 她是不知計多少個小時 計時間 所以是不關事 那Joey就小器 我沒有 小器 我現在生譚仔 這一節其實都是 你平時出賣肉身也賺不少 無謂這樣 我什麼時候出賣肉身 你這樣看 他沒有出賣到完神 十幾萬的聽眾面前 說Joey出賣自己肉身 我沒有 別人是一個女子 我告你肥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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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一節 都是被他們兩個交鋒 因為有一件事 不知道為何發現 原來他們兩個之間 很有意見 原來 我相信世界站在我一方 不是 因為譚仔妒忌 什麼事先 說的是 風風 十二度風味 我不管他有多賤 他英俊 這件事就存了幾天 日朗 但我發現他存了 就不說 不說百不說 他不吃 我們就吃了 煮飯的人說 對 說十二度風味 這幾天都炒到熱一熱 我先問一個問題 十二度風味 這個節目 我們現在看這些畫面 其實不是新的 不是 不是 都有一段時間 但其實我沒有看 為何無端端炒起來 我不知道為何炒起來 其實 好像說是有個 烈糕食堂 是不是烈糕食堂 但他本來一直都是這樣 從第一集 我看過第二集 不是錯的 不是說這件事 是說無端端 為何這個節目 被人拿出來說 所以就是 烈糕食堂 烈糕食堂 拿出來說 發現了有些畫面 就有筆 哈哈 我不覺得那些是筆 我都不覺得那些是筆 只是用方體的方法 完成了給你看 是的 因為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給大家看看 我們給一個畫面 先看看 那究竟是 從哪裡開始 突然之間 惹大家出來 看看這十二度風味 先 拿那個 威靈頓 威靈頓 先拿那個 威靈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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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太好 哈哈 你告訴一些沒看畫面的人 這是什麼 威靈頓 就是一塊牛肉 外面有些包了東西 再包鬚皮 最重要是有鬚皮 這樣 剛看到的畫面 首先 首先謝霆峰不知道為什麼要在那個東西上面磨刀 然後還很誇張地磨完之後 接著他切了 接著第二個刺位就出現了 因為切的時候很明顯 那個由於時間關係是已經一早已經中間劏開了一刀 你是看到那條縫隙的 所以他做的動作是純粹拿把刀按下去 然後分開兩邊 所以我想說 Joey是沒有細心看的 Joey是被謝霆峰的美式迷惑了 首先又漏了一件事 坐在那裡 然後在食物上面磨刀 這是第一個問題 磨到很多切粉 小時候讀書就讀得不清楚 那時候木蘭詞有一個叫磨刀霍霍向豬羊 那他真的磨刀霍霍向牛肉 但是磨刀霍霍向豬羊 他把豬那隻豬生的 他磨刀霍霍向豬羊 這個第一個問題 在食物上面 一會兒要吃的 無論是哪一個都好 可能他之後會丟掉的 怎樣都好 但在食物上面磨刀 磨掉了 全部磨掉了 這是第一刀 第二刀是什麼呢 第二刀 Joey錯過了 那把是鋸齒刀 那把是有鋸齒刀的 對,他是完全沒有需要鋸的情況之下 沒有碎沒有食 他是按下去的 第一,鋸齒刀 不是這樣磨的 嗯 哦 對了,鋸齒刀 你這樣磨就沒有鋸齒刀 沒錯,鋸齒刀的作用就是 但是他本身有一種 一切下去是撕裂的方法 所以就不能夠磨平他的 沒錯 這個第二個刀 第三個刀就是 眼尼的觀眾就看到了 這個威靈頓牛肉 他切開之前 他切開之前 劍氣已經來14000周 哈哈哈哈 他的刀在上面的時候 已經整... 明明就是劍23的 是的 那就... 不知道怎樣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究竟要多深厚的功力 還是說你這把是什麼刀 不是,是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他已經切了 所以就... 他忘記說你知由於時間關係 本身有一條切痕在 而鋸齒刀也不是說... 就是... 大家看到是鋸齒刀 應該 那鋸齒刀也不是像切蛋糕一樣 壓下去就能切到的 不是這樣的結構 都是要前後推的 我看過用鋸齒刀是不碎的 好東西 事實是好東西 那這個... 由於時間關係 這個... 這就是Chinese Kung Fu 有筆就當然了 這些真的是Chinese Kung Fu 功夫廚廣的東西 你懂得一點 三少爺的刀 你平時那些... 住烹飪節目都有那些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要預備... 一早就做了 天道劍邪 說時間關係 講時間關係 他雞蛋仔那條片才過份 雞蛋仔 不如我們看一看他雞蛋仔那條片 好好好 糟了我沒看過雞蛋仔那條片 吃完都忍不住吐咎了 又要時間關係 他擺了一個真的 不是 不是真和假 兩個都是真的 但是如果大家剛才畫面看到 他在這裡落手落腳 一手一腳 就是謝霆鋒 他一手一腳 整出來的那個 到了他在燒雞蛋仔那條片裏面 拿出來的時候 那塊東西是很像壁伯子 那塊很像那些... 林郭伯伯伯伯伯 都像是汗一樣 那個叫做汗 應該由於時間關係 汗得不夠久 你仔細看 他在做一塊 那塊是林伯伯 我們留意做了一塊 然後畫面一轉 左手拿著做那塊 右手那塊是哪裡來的呢 北角買回來 那邊買的 他自己拿著那個是自己做的 林伯伯那個還沒吹風 吹乾 會不會先脹脹? 不會,但都不會的 現在我們發動在這個畫面上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定在現在這個畫面上 很明顯是脹脹脹的 現在畫面,回到頭頭 他做的那塊就是好像筆巴指 好像毛巾那麼軟 因為你平時 其實我前幾天才吃過雞蛋仔 他就算沒做過 好像很威風的 吃過雞蛋仔 不是的 我平時,我不是太吃雞蛋仔的 但是前幾天屁股吃了一塊 但是他剛剛做出來的時候 就算沒吹風的時候 它扭起來的效果 它是比較實質的 不會是一坨地扭在那裡 它不會是一個甲餅的狀態 現在是一個甲餅的狀態 這個就這樣 換了一塊 英俊好多 自己弄那塊自己也頂不住 再看再看一個 叉燒 叉燒好笑 這個真的顛覆了我對食物的想像 你相信這個是叉燒飯嗎 這麼多個之中 我覺得這個是最瘋的 但是淡仔就不覺得很瘋 還覺得不用入了 這段影片沒什麼東西 做什麼的呢 如果也是沒有看的 沒有看的話 我告訴你發生什麼事 謝凌峰就拿了一塊煤肉出來 就燒了它 做叉燒 首先是做叉燒 然後他拿一個火槍仔燒 他就跟大家說 我做叉燒 我就喜歡燒到它有一點微焦 脆口一點 香口一點 但是它燒到很香口 有一點微焦 半肥瘦又漂亮 之後做什麼呢 他就把它打碎了 磨成粉末 變成汁液 然後做一份子料理 你懂什麼呢 他要燒那個 有那個焦焦的味道 那你滴兩隻煙灰就可以了 他要焦焦的味道 他未必是想要那個質感 裝至香都可以了 他把靚仔仔燒到香香脆脆的叉燒 首先是切片 然後切粒 之後就打成粉 打成章 不是啊 淡仔不懂煮飯的 他本來他今早跟我說 他以為這條片的問題 是為何要切完才打 然後我說你不能切細它 你怎樣塞入那個攪拌機 整條叉燒捅進攪拌機裡 不是啊 我再看看無謂鏡頭 不是大家在意的 我發覺謝霆鋒是刀都不會拿的 我看先看 讓黎智鑫看一看 回頭幾十幾二十秒 他切叉燒那裡 差不多了 這裡切了 他真的要拿刀的 他真的刀都不會拿 他先要解釋一下 刀應該怎樣 刀呢 我們有刀柄 但是理論上食指和拇指 是鉗著刀身的尾端 是啊 他整隻手放在刀柄上面 然後他的手指就伸長出來 用手指的力來按刀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用食指和拇指 鉗著刀身呢 原因其實是一個槓桿原理 你才夠位去抓住把刀去切 因為你無論做 例如我們很多時候是刀身 刀尖做一個槓桿去切東西 去剁東西 或者用平切去切東西的情況下 其實用力的關係 因為用力的關係 你一定要有一個很大的面部位 去抓住刀身 是 反而刀柄只是一個輔助 是 所以現在出了一把新的刀 刀柄是很小的 純粹是一個半日手掌那麼小的 刀柄 純粹是被你抓住的 喂大鑊 這樣其實他不懂得拿刀 譬如是唐柄說 是吃神 連刀都不懂得拿 那不行 被我發現了這件事之後 我發現我這節做不到下去 我原本是想著跟他講 圍護他 原本我不是想著圍護他 我想說這些全部都是 是一個節目效果 無論是剛才說的 那個Beef Wellington 你設定 都是想畫面更漂亮 但是不是 你完全是不懂得煮食 這傢伙 應該這樣說 其實他抄了 其他地獄廚神的做法 去做 但是人家真的是廚神 是的 拿刀 剛才Beef Wellington 就說了拿刀 那是怎樣拿刀 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把食物的手 就不是拿手指頭去頂 是的 這樣會切掉自己的手指 是的 這個人是 這個嘉靖堂 第一課已經教你 切東西不可以伸長 其實有兩個原因 除了是因為 不想切真正的手指之外 就是因為你用手 純粹了 變成一個 砲拳的動作 這樣的情況下 你切東西會平一點 是的 你的掌握的距離 你量度到 你量度到 你量度到的距離會準確一點 因為如果你分的手指 你的中指一定會死定 哈哈 我們應該拍齊哪一隻手指去切 是的 如果你用砲拳式的 大家可能想像到砲拳式的 那你就會平一點 整件事 這樣就容易才切 嗯嗯 因為嘉靖堂也有學 糟糕了 這傢伙真的完全不 不過算了 他習慣的 他是賣靚仔的 不是說的 彈結他的時候也是這樣 單線solo 大家都 滴滴在目 那就 呃 又不是 又不是 Rock 又無尼拉 為了是擲結他 這個就 這個淡仔最有意見的 神經病的 那些人 亂按 拿著結他來扔 我覺得扔樂器 這些真的應該要死的 那你也不 那Defense Defense 有些Rock是會的 那人家真的 真的 是有那個味道的 那也是不對的 都是不對的 又不是扔你的 喂 這個不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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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喝完叉燒飯 他那是叉燒飯 他說 我看不到那個飯 為什麼 他打爛了 打爛了 飯都打爛了 打爛了 打爛了 這個 是鬍子來的 是變了鬍子 然後不知道加些什麼粉 就可以做到那個粉 其實我是理解不到一件事的 他竟然沒有加一顆蛋 打進去 是啊 現在不是 現在不是隱形燒飯 現在不是隱形燒飯 Check Room 又這樣說 不懂得拿刀 不代表不懂煮食 那個我 不行 這個不行 這個不行 不懂得拿刀的人 一定不會煮飯 是可以 可以立刻斬釘截鐵 不懂得拿刀的人 不要跟我說煮飯 學煮飯 學煮食 無論任何廚房 家裡的廚房 切東西是第一步 必然是第一步 所以這句話 錯的 我用科學這個方法 你切東西 切成怎樣 影響到你那塊東西 如何受熱和醃 醃的味道 如何受熱 那你這件事 最基本做不到的話 別人叫你炒一分鐘也好 那你那塊東西又大又小 炒一分鐘有些熟 有些不熟 已經不能吃了 切東西是一個 除了預備食材的過程 還有一個了解食材的過程 所以不懂不要亂說 切東西一定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永遠初學學行的第一步 切東西 沒錯 不是 他放在桌面的時候 一粒粒 妥妥的圓形 整粒雞子的樣子 畫面大家都看到的 其實不用我給你們看 你們隨時 現在上Facebook 周圍都是 一定看到的 但是想說的是什麼 為什麼會有些人覺得 沒什麼所謂 不是很特別 差一點 但是 例如Joey 她擦帥帥 Cristine也是這樣的說法 我原諒她 有些就笑到她 那些是妒忌她 我沒有笑到她很嚴重 那你們就可以開始這個討論 沒有 那為什麼你會覺得她 那麼疾到盡頭還是帥 因為她是天生出來的 她是天生出來的 天生出來的 所以她無論做多疾的事 我都是覺得她英俊的 嗯 那淡姐純粹是因為覺得她擲結他 所以該死 不是 她很多層面都該死 只不過加上她擲結他 所以更加該死 還有什麼層面 拋棄王妃 是啊 她又要回王妃 但是 那就是玩弄人感情 玩弄人感情 不是的 她專一 還要拋棄張柏芝 拋棄張柏芝 你都不喜歡張柏芝 我喜歡 都情有可原的 哈哈哈哈 都情有可原的 但是張柏芝漂亮 那不是說漂亮就可以了 這個世界很多東西都 那還有什麼問題 她沒有問題的 她太多問題了 應該說你覺得她沒有問題 你才有問題 其實我是很奇怪的 其實我跟子坦 但是因為我那個年代 就是你很奇怪 那就是問題是我 我的年代 我的年代 我above的話 是覺得謝凌峰很有問題 因為她當初 大家都看到她出道的時候 真的很MK 所以這個就是 但是小我幾年那些人 通常都覺得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個問題 這個是世代之爭的問題 淡仔 淡仔是小我們幾年 祖兒就跟我同一個年紀 你看著 其實我們是看慣了謝凌峰 是啊 我們是看慣了才 不覺得她有什麼問題 其實昨天 應該是在做昨晚的TCO 或者夫人那段時間 羅生在外面拍了一段片 在那裡嘗試去戲訪 這件事 可能今天稍後時分都有一看 就看完幾多課金 必羅生 而陳四 羅生真是做處 陳四他們都給了很多意見 歸納了很多 很多 怎樣 究竟那個笑的位 或者去令到大家知道 是謝凌峰那個位在哪 其實有幾樣東西 包括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她所有事情都要單手做的 包括拍火柴 或者剛才我們有一段片 是發焦的 都給大家看一下 發焦也是要單手的 不是 不是我想 她發焦這一下 我理解不到 對呀 不停在那邊走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要這樣撕焦呢 我覺得這個動作就可以接受了 為什麼 它有沒有破壞焦 有沒有影響焦的味道 焦被她這樣開完又可以吃 完全沒有問題 不是剛剛好 那個熟度的焦 是絕對做不到這個動作 你再熟一點的焦 你這樣發是會難 你生一點的焦 隨著焦會是發的焦 那她這一條沒有限 她招了 不知幾次 肯定不知用了幾條焦 肯定浪費了不知幾條焦 她這一條沒有難 她沒有造假的 這個畫面 起碼她也有練過 但問題是 剛才那些牛肉設定 跟著那些雞蛋仔又換過快出來 那些 叉燒那些算好的 雞蛋仔換過快 所以這個我覺得她沒有造假 誠實可憐 這樣就好一點 其實我們是 我們 即是說我和Joey 我們這些 我們其實是看慣了 看慣了謝霆鋒這樣 以一些不看慣謝霆鋒的人 她是真的很有問題的 她是真的很有問題的 而我剛剛才發現她原來是不懂煮食 但今早又發生一件事 Darling在這個傾著娛樂台那裡 發現原來謝霆鋒她還拖 真的還拖 是啊還拖 我試試找那個出來 你先說一下 有啊有啊有啊 問問她有沒有CAP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還拖 哈哈 說什麼 放大一點我看不到 你讀吧 淡仔你讀我看不到 可以可以可以 你弄到這麼小 是啊 因為呢 因為這個 傾著娛樂台 她就是 她自己剪輯了所有 這些十二度風味 有bug的場面出來 還點出了有什麼問題 那就拿出來給大家笑一下 但是謝霆鋒 有這個謝霆鋒引號風味 即是她本人的那個節目的一個page 什麼都好 那就 環套 她說十二度風味的剪接 真是要和傾著學習 那把刀就肯定不會不連shot了 你把刀不是不連shot的問題 現在 現在大家如果想看謝霆鋒是堅主的話 給他多一點意見 甚至想 甚至 他煮多塊魚和麻辣飯 那就請follow謝霆鋒 風味葉 慢慢看他煎蒸煮炸蚊燉焗 發脾氣啊 學人 如果想看我的真功夫的話 就要看我 不要看啦 我看到你真功夫 我上現場看啊 謝霆鋒 其實他透露了一件事 就是他之前那些不是堅主 他說大家要堅主的話 就要給他一點意見 like他 follow他 即是之前那些不是堅的 不要啦 我真的 那他又不是一個專業的廚師 說真的 其實我又覺得 你平時看的那些烹飪節目 是真的廚師來的 那他這個是賣 他純粹賣自己 他只是賣自己 他是一個品牌 那他會教壞人 他會教壞人 你看到他這樣拿刀法 你真的有個人 不懂得煮東西的 學他這樣 你連做廚師的基本碗力都沒有 基本碗力都沒有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夾把刀夾得不對 其實碗力是多數都有的 那個碗力不需要 要求不是很大的 但是問題 不是個個都拿得不對 不是個個都要像唐牛 不是每個都唐牛 不是每個都唐牛 海狗的婚姓 還叫到鬼殺這麼大聲 不用的 那就沒關係啦 有他發脾氣 就是飲食節目來講 其實你換了個角度去看待 這件事我又覺得不是太大的問題 就好像之前有 食踢之靈那些 動畫 又不是太大的問題 動畫沒有問題 你當那些來看 我想有真人犯 是 你當 我也想 不是啊 你當是那些什麼美女廚房 你都不會 預期自己看那些學煮東西的 美女廚房 除了地獄慈神之外 有些 部份人都是 真的懂得 炸刀和煮食 就是你一個陳陀都OK 但是我們用這個節目 以及用兩個電視劇去做比較 交響情人夢 是 我們那天跟淡仔聊過 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四眼判了三個月 嘩 四眼判了三個月 好笑 那一會兒要先了解一下 阿康的即時資訊來的 那就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 沒有什麼特別的事情要講了 那就是最後 跟大家推介一條 我整天看的主食片段 那你剛才都知道我對於主食片段的要求是怎樣的 我相當討厭正人風這一種 就是主食節目我是喜歡看的 我是喜歡看 我喜歡看煮食的 你不要當他是主食節目看的 我當成一個show那樣計 例如交響情人夢這個電視劇 我那天跟我和淡仔聊天 他起碼做得相當認真 我起碼 甚至內行人的人 看著那些小提琴售好 丹王館售好 小提琴售好 至少我覺得他是沒有偏離到那首歌 即是他 即是不會離譜的 不會離譜 你認不認真 大哥 你連拿一把刀都不認真 你學甚麼人做節目 是 那就沒辦法 這些真的不好看的節目 我就跟大家推介一個好看的主食節目 那就看少少 不斷意 這些是好東西 阿年要做 阿年要做 如果有人在我的廚房這樣搞我 就殺了他 要清潔多久 你的東西發到 都爆炸 我私以理你 在你的廚房也是這樣 不是啦 廚房我做一件事 我較為期待就是 羅先生在聲言說會放假做威力頓牛扒 不太期待 我期待這件事 因為老實說做得好吃是相當難的 但一切開就知道好不好吃 嗯 這樣啦 沒做過 有啦 我要多謝金主 多謝金主 有人說我的聲音很噁心 那喜歡不喜歡 那就這樣啦 因為都剛剛收到四眼的消息 我們都想去了解一下 今天星期四的大香港早晨就到這裏了 明天星期五的大香港早晨 將會是最後一集 和MyVideo聯播的大香港早晨 大家記得明天看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裏了 晚一點點 閣立大台再見 拜拜